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9日 晚上的直播 現在當然我們就錄播這個 節目 這一節想跟大家說李家超 因為很久沒有跟大家分析李家超 李家超以往我們 比較少說他的 以分析林鄭為主 現在集中會變回李家超 因為他是香港首顧 現在有報紙說 李家超 是會拿到700多個選委的提名 將會是一個人入閘 他說這個是回歸之後第一次 這份報紙是錯的 回歸之後第二次 第一次是董建華 董建華在連任 2002年的時候 他爭取連任的時候 他爭取連任的時候 是拿到701票選委票 現在的藍媒做新聞也做得好戲 他又不檢查 因為老總跟他說可以做假新聞 他說可以屈人 他們現在可以不用檢查 他們以前做新聞還會檢查一下 假裝 假裝港英年代 還會檢查一下 相關新聞 左右平衡報導 因為你讀傳理系就教這些東西的嘛 教你如何確定資料 教你如何拿第一手資料 教你如何不要匿名報導 如果可以就開名 教你去找不同的新聞 沒有了 因為現在你不是在做新聞嘛 你是在做黨媒嘛 你的老總跟你說不用動他了 不用檢查的 他們就開始不用檢查了 不用檢查就變成了連基本的東西也錯了 這些香港特區的東西你Google就找到了嘛 當年 董建華是拿到701票 而當時的選委只有800人 而選委是需要拿到100票才可以入閘的 我記得很清楚 當年想選的那個叫做李永達 現在來了 英國了 李永達當時拿不到100票的選委票 因為當時泛民只有幾十票 沒有這個商界給他票 所以 他只有幾十票選委是不能入閘的 而董建華拿到701票 意味著街貨只有99票 即是我們說回街貨 他拿完了 沒有街貨了 那就任他炒了 所以一個人 選特首 不是第一次 李家超 第二次 所以垃圾媒體我們告訴大家 這些真的是垃圾媒體 好了 繼續說回這個李家超 李家超 沒有什麼特別的討論 李家超忽然之間就出來說 說自己很喜歡那個口罩的閒息 下午時緣 李家超 死藍絲 李家超就出來見 五大商會 這年來 不斷就戴著一個 就是藍色的口罩 藍色的口罩就成為了 大家關注的 就是藍色的焦點 因為沒有話說 因為李家超 死口死臉 他用他的口罩遮住了他的口罩 遮住了他的口罩 沒有那麼刻討論 真的有些人 你看他的樣子 很想打 像梁振英那樣 但你戴著口罩 看不到的話 就沒有那麼毒癢 梁振英最好整塊臉打架 他帶了個面具出來 他連一個黑影 都這麼黑人討厭 那次香港來的 將他的黑影一看就知道 我們也叫做數字 數字和方向 日月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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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回李家超 他還有競選政綱口號 要同為香港開新編 什麼來的 Starting a new chapter for Hong Kong together 你想開新一集封城計劃 新一集封港計劃 還是打算算上去開邊 將香港 劏他兩邊 香港劏開了幾邊 他把藍絲劃開兩邊 藍絲 接下來肯定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預言 李家超會第一件事做 就是 封港 但是他不會用封港兩個字 他一定會用一個優化出入境系統 大家記得政府在去年通過了 入境處處長可以拒絕任何一個人 入境香港 以及拒絕任何一個人出境香港 大家記得有一條法例嗎 這樣就很簡單 所有的有錢人 你也不用知道要離開香港 7月1日之後 我可以預言 你們沒有一個就可以了 他一定會用這種方法 令大量的人離開不了香港 到時會大量看到新聞 人們上了飛機 被人攔了下來 然後 打回頭 說不給離境 或者某些原因 帶回警局調查 有錢人也可能會 面對這個問題 他會先施加條件 因為其實他要做的事 不是 散播恐慌 理論上如果是聰明 除非就是這麼笨 理論上應該就是 要限制藍絲離境 因為要制製就是資金逃亡 現在藍絲的移民潮 其實是很厲害的 因為 最近藍絲封傳 除了周圍傳那些 帝耀廷 督灰之外 就是傳移民哪裏好 最近他們說了 有一篇文章說 加拿大樓價這幾年升了很多 他們說 賣了香港的樓價就是加拿大買樓 升了很多才買 坐艇 可能幫大陸人接貨 因為大陸人買了很多加拿大樓 他們可能 特意那些藍絲唱好加拿大 讓他們幫加拿大接貨 即是說還能升 還能升 還能升 大陸人會賣給你 打算你不來接貨 誰會炒到呢 本來加拿大人 人口那麼少 樓價升五成 怎麼辦 因為加拿大只有兩個城市 主要有多人 你說 Kangari那些 很冷的嘛 真是冷死人的 本來香港人是去不了的 真是受不了 英國或者美國 地方太大 太散了 英國只有倫敦 英國 很多藍絲是真的打算走的 所以李家超上台 第一個任務 就是要阻止他們走 有一個題目 我想拿出來討論 就是李家超會不會成為 最後一屆的特首呢 網民在討論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話題也挺有趣 李家超 其實很大機會成為最後一屆特首 因為下一屆 就叫市長了 下一次 即是他下台之後 直接大陸派一個市長下來 或是市委書記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就是負面的那個版本 正面的那個版本 中共滅絡了 我們應該要說的是光復香港 我們不要只是一尾紅旗化 我們也要說一些正面 其實我們現在有理由相信 中共的倒台時間表 其實真的是縮了 至於 有很多人經常潑冷水 出於真心 我不怪你 每個人都想一件事成功 那件事一直都未成功 你一定是灰心的 首先如果你是 這樣的心態 你也要調整自己 上一件事是很難做到的成功 然後你就說那件事都未出現 就不要一天唱啦 你就是自我設限 自我 就是 失敗預言 你覺得那件事未來就失敗了 你永遠都做不到 其實 包括你 小時候的夢想 例如我說要做工程師 說了那麼久一直都做不到 如果你有個朋友在你旁邊 一直跟你說你一直都做不到 你說了那麼久 你也不會成功了 那你覺得他是在潑冷水 還是在警惕你要繼續做呢 其實他好像在潑冷水 甚至乎可能他有agenda 他不想你好 我們其實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每逢一說怎麼光復香港 一定會有 一群人走出來 中共那麼強大 有槍有炮 你有沒有啊 你現在看到中國大陸的經濟 是出了問題的嘛 你問回那個 否定中國大陸經濟出問題的人 到底 你何時才覺得呢 他經濟算有問題呢 你現在好像在幫中共 飄白那樣 你說他沒事啊 其實中共是有事的 中共的數字你當然是看不到是假的 因為他操控數字 你不會看到官方公佈的數據 告訴你知道我爆煲的嘛 官方最近公佈的數字很離譜 還增長了4.8% 每個人都知道是流的啦 你信的話你就真是糟糕了 那真是很離譜的 因為一寫出來 每個人都笑得很大聲 你還敢 你上海封城之後公佈的數字 明明是出來粉飾太平的 之前為甚麼有魔法有效 因為一直以來 一大堆媒體 就說經濟 就跟你說唱好 看中國大陸經濟數據 然後跟你說他會好嘛 沒你說得那麼差 他就是在用假數據來反駁你說的東西 你永遠都不會成功的 你看他的數據 他公佈的數字 成績表是他打去做評判的 他還買通了外媒 包括外媒 外媒全部都會引上他的數據 因為中國政府提供的數據 就算任何有公信力的報紙 你也會跟著的 你也會照報的 你也不可能不報的嘛 所以 會令到很多 例如外國的經濟學家 或者是基金經理 或者是投資者 他們都會被假數據騙了 因為 他們基本上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西方的投資者 經濟學家 或者是基金經理 他們不會假定是一個政府造假的 不知是按甚麼按鈕 你按到那邊的 你開到那邊的聲音 因為 外國的投資者也好 很多的專家 不會覺得政府會說謊 但是偏偏遇到一個專門說謊的中共 所以 他們很多時候 他們的判斷 是根據假招料 去寫出來的 他們所有寫的經濟報告 所有寫的前景全部都是 基於這些假的數字 怎麼會不錯呢 他們未必是有心騙你 他也被人誤導 其實情況就好像 普京打仗一樣 根據很多 報告出來 他是可以打贏烏克蘭的嘛 誰知道全部都是假的 由 情報人員給他假數據 軍方又告訴他 我們的武器很精良 我們的士兵吃飽飯 打得 實際上全部都是假的 俄羅斯侵略戰 俄羅斯侵略戰 看得出中國和俄羅斯 都是 沙寶兄弟 他們公佈的經濟數據 當然你看看俄羅斯經濟 公佈的東西 又說可以用 勞報去取代美元 我們要用勞報去買我們的天然氣 還在寫這些新聞 信他的人真的有病 俄羅斯不信 但是中國還有很多人相信 現在 現在這群藍絲 其實都開始 不信了 想移民了 想走了 現在出現的 李家超面對最大危機就是這個 藍絲也要想走 是不是 藍絲這麼大的逃亡潮 他上台當然是想做這件事 我們 關心 李家超 會不會是最後一任特首 意思 是不是共產黨倒台 被人推翻 兩種可能性 我覺得 差不多大 其實現在 我是很認真說的 如果我自己也不相信 就不會說了 如果我每天都跟他說的話就死了 那就不是這個台 這個台就是在說光復 我們現在不是向著一樣 我們現在是看到很多 看到很多徵兆 我們有很多人在做很多事 有甚麼理由我還要潑冷水 我沒有理由要潑冷水 現在你只能看到大陸的經濟狀況 不單止大陸的民情 我們有時看到上海 這個維蜂上海 你看到裡面那群人 他們也是有反抗的 不是完全像以前我們看的那樣 因為他 只要 官方 他想封鎖那些消息 但是現在他們的人全部都上了Twitter 在Twitter上爆發的東西出來 每天哪裏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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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跳樓自殺 有人反抗官方 跟著標語到處貼 其實 大陸要爆發一場革命 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以往我們看得淡一點 就覺得大陸控制得太嚴重了 但是你只看這次上海 你看到大陸 基本上在這個國家裏民心盡失 其實他控制得到的原因是因為控制了妄想言論 你永遠都看不到證據在爆發 你覺得需要看到 表面的東西 他就感受了表面那一陣 所以 也是一個很大的誤區 你經常覺得內地不反抗 內地的反抗 反抗上來是很激烈的 很激烈的 現在他們 封城太空閒了 每個人都上網 發信息 去Twitter 去不同地方翻牆 所以 上面那種資訊 現在越來越多 我們以往看不到的東西 因為以往封得很厲害 現在 每個人都去做 其實大陸的人想反抗的可能很多 多過我們估計的 甚至超越中共 估計的 香港的反抗你也猜不到 當初 因為一剎那也絕絕 他最害怕的就是人民 真的一剎那就 從幾十萬變成100萬 一百萬變成二三百萬 香港就是這樣 回憶到2019年 因為很多人 很多人不知道 因為很多人很後期參與 19年 初初4月份他們搞過遊行 只有9萬人 到了5月份搞 已經有十幾萬人 然後 6月就爆到過百萬人 所以 這個爆發 共產黨最怕 他當時 老母也說過 星星之火可以療軟 共產黨最怕就是星星之火 現在 李家超上台 是不是會開始遊行星之火 我們都希望這件事 可能這次的爆發點不是在香港 但是香港是會有角色的 現在所有地方是 互為一體的 不是我們 只有香港 的黃絲在反抗 全世界都是 包括烏克蘭的人民 整個英國都站在你那邊 幾乎等於是 歐洲也大了 差不多英國是最肯定的 站在自由這一邊 這節我們先說到這裏吧 拜拜 拜拜 拜拜